要捍衛臺灣海峽的安全 在兩岸對此年代 實施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戰異政務軍事管制 所以說我們各項的公共建設 經濟發展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相對於臺灣的其他縣市 是相對落後的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豐富而多元的島嶼神態 獨特的民眾文化 以及許許多多在戰地期間 非常回復神功的建築坑道等等 再加上我們也有很多珍貴的資源 像大家知道的馬祖夢幻南園類 我們的神話之鳥 我們的大修島的梅花路保護區 我們非常世界級的花乾園的地質公園 等等這些珍貴的資源 我們可以上家的地域發展為作業 我們地方產業 觀光產業的基礎 所以說這兩年 我們致力於地方的轉型 以馬祖南園類為亮點 配合一些大型的活動 比如說國際馬拉松 以及臺灣燈會等等 讓更多的國人 甚至國際人士看到馬祖 喜歡馬祖 甚至覺得馬祖是一個 非常適合旅遊、度假的地區 現在各個媒體 像CNN、假戶旅遊 都靠全馬祖是一生必去的小島 我們預估今年 我們觀光人數會成長一倍以上 地區的各行各業 也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 蓬勃發展的現象 我想馬祖已經走出過去的偏野情境 增加了自信性、增加了慣容感 當然我想馬祖面對未來 仍然有許多的挑戰 比如說我們的公共建設 我們的產業發展 我們的住宅政策 我們的教育、社會、福利等等 都要更加的努力 更加速的建設 來回應鄉親的期待 那在此 我也當然希望 在離島片野地區 政府能夠真正的落實轉型正義 加速地方的離島的建設 讓各家的建設能夠加速 那我們幸福團隊 當然要更加的努力 全力以赴 要做好 操之在乎 把有限的資源好好的利用 我想這樣才能夠天助自助 這次的評鑑 讓曾蔭更加的信心 能夠帶領我們 幸福的團隊 可以繼續地向前賣進 為更美好的馬祖來努力 最後 我也利用一點時間 這次我們台東遭受 百年來難見的這種大風災 我也呼籲中央政府要加速全國一起來關注台東的建設跟復健 希望在黃縣長代理之下 對方現場提問一到兩題 那所以是不是快問可以快打 是不是在場的貴賓或機者有問題呢 讓全世界最好的白酒 讓全世界人都喝得到 當然 這是地方重要的產業 我一直強調 天助自助 只有發展馬祖永續的產業 才能夠天助自助 讓馬祖永續的經營 永續的發展 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也希望各位媒體朋友 為馬祖高粱多盡一點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有問題啊 我想我特別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 當然 就是上任這將近兩年 我是第一人 我們覺得是最挫折的地方 最困難的地方 應該還是地方的財政 以及中央的政策 就像剛剛副獎長說 他已經幫我們都說了 那我特別要說明一下 其實 整個我們馬祖 連江縣的一個憲政方向 我想我們地區大概的方向 跟共識都已經建立 但是 我們需要的一個建設 執行的一個經費 是非常的缺乏的 特別在平原地區 他的資源 以現在中央政府的財政的分配 是非常的缺少 這是我們的困難 那另外在政策上 也是我們面臨的困難 其實馬祖在過去是前線暫停 其實現在是兩岸的跳法 跟大陸福州是指持之搖 我們的小長空 從白沙到環奇搖 只要20分鐘 是目前小長空裡面是最近的 我一直覺得 我們要善願馬祖這樣子的一個地理位置的優勢 善願台灣的資源 大陸的市場 來創造馬祖的進步跟方向 但是這個政策還是需要中央的支持 比如說我們希望推動兩岸 自貿實驗區等等 這些政策是我們最困難 我們仍然是希望中央能夠給我們支持 給我們機會 那如果感到最滿意的 我覺得過去 因為馬祖在戰地的關係 偏遠 過去馬祖民眾 馬祖連江縣民 因為在戰略政務前 對自己的土地 那種自信心跟觀無感是不足的